跳高是一项以自身的能力,通过一定的运动形式,按照有关的规则,以克服高度障碍为目的的运动项目,有着悠久的历史。 作为一项竞技运动项目,也有百年之久,如今跳高不仅是世界田野大赛的主要比赛项目,而且是学校体育的内容之一。 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同任何体育项目的产生与发展一样,跳高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 从作为生存的本能到战争的需要,直至成为健身与娱乐的手段,无不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 历史上的跳高运动开始是越过一定的障碍,如跳上或跳跃高路。 最早的跳高比赛大约在1700年左右,当时被列为体操项目进行比赛。 比赛者在草地上从正面双腿屈膝跳跃绳子,这种比赛只盼胜负,不占量成绩。 历史上第一个使用尺子占量高度的是美国人,威尔逊。 他在1827年跳过1.57米。 现在跳高项目起始于英国,18世纪中叶,工业逐渐发达,学校也增多。 于是,开创了学生运动会,英国和德国出现了股跳高热,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男子跳高世界纪录。 我国的资料中有五种意见。 一种认为是,1839年加拿大人奥弗兰德跳过的1.69米。 一种认为是,1864年英国运动员麦切尔跳过的1.676米。 有的资料记录,1830年就有人用跨越式跳过1.83米。 还有的记载为1864年英国人柯奇用跨越式创造了1.63米的男子跳高世界最好成绩。 另有记载,1864年,在牛津大学和尖巧大学的田径对开赛中,英国运动员罗伯特科奇成功地用跨越式跳过1.70米的高度。 目前,跳高运动的世界纪录是男子2.45米,女子2.09米。 分别是由古巴运动员索托马悦尔和保加利亚运动员科斯塔尼诺瓦创造的。 而我国跳高的全国纪录是男子的2.39米,女子1.97米。 分别是由朱建华和金灵创造的。 百余年的跳高运动发展史中,跳高运动无论在过干姿势、起跳技术或训练方法上都不断地在改进和完善。 运动成绩也日趋接近人类体能的极限。 从技术上来看,跳高运动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跨越式、碱式、滚式、俯卧式和备越式五个阶段。 跳高项目是我国的优势项目,成三人五次打破四节纪录。 郑风荣于1957年10月17日在北京田径运动会上,采用碱式跳高姿势, 以1.77米的高度打破女子跳高四节纪录,成为中国和亚洲打破该项四节纪录第一人。 也是中国第一个田径四节纪录。 倪智清与俯卧式1970年11月8日在湖南长沙的田径比赛中, 以2.29米的成绩打破四节纪录。 朱建华以备越式,在1983年6月到1984年6月间, 连续三次打破男子跳高四节纪录, 将其从2.35米提高到2.39米。 同期和随后也产生了很多优秀的跳高选手。 男运动员有蔡叔、周中阁、陶瑞、张树峰等。 女运动员有郑达珍、杨文晴、金灵、金雪竹、曾幸娟等。 最近几年出现王宇和张国伟等一批优秀跳高选手, 张国伟最好成绩达到2.38米, 王宇也达到了2.34米高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